我是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 我本身是一個內科醫生 亦都在一個急症醫院工作 每年這個時候 埋近農曆新年流感高峰期 都是醫院尤其是急症科 內科最忙碌的時間 每年這個時間 也是醫院的病床使用率最高的時間 我通常覺得這個是醫院內 工作能力的上限 但這麼不幸 今年除了有流感高峰期 還有新年長假期之外 亦都再有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新的冠狀病毒肺炎 基本上現在香港 對我所知 直到今天為止 確診的個案有13名 這13個人內 大部分都是從國內返港的 其中有一兩名 就是由他們家中 國內返港的病人到染病的 我們可以說 他都是一些本地的個案 但有親密的家居接觸 這樣在這13個人內 有一兩個病人 就比較特別的 就是病人 最初都沒有明確地 跟醫護人員說他們 在國內旅遊的病歷 然後在普通的病房裡 都逗留了一段時間 先確診他們 有新的冠狀病毒肺炎 亦都代表這個病人 可能已經跟普通病房的病人 醫護人員接觸了一段 相當的時間 除了這十幾個確診的病人之外 基本上曾經有二百幾三百個 懷疑的病人 都曾經入住過醫院的隔離病房 有一些已經是確診 那些已經是 那個測試是陰性 也都好回出了院 但現在每天仍然有 六至八十位的懷疑病人 都會入醫院 這一班人 他需要留在我們的隔離病房 等到他的快速測試 受情音性反應 又或者一些症狀 退卻我們才可以 讓他離開隔離病房 所以現在香港 可以處理這些 新冠狀病毒肺炎的隔離病房 使用率大約是六至七成左右 比香港 他們大部份都要留在隔離病房 短則是一兩天 長則也可能會去到三天 另外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國內的疫情 所有省份都有 而因為香港人 和國內的交往都很頻繁 甚至乎病人本身沒有去過國內 但是如果他有家人在國內 甚至乎一些高危的地方工作 例如他的家人是一個醫務人員 或者是一些街市的濕貨市場工作 如果病人有肺炎 我們現在在醫院都會特別小心 我們亦都會幫他進行測試 和如果情況許可之下 幫他們進行隔離 但是這些病人 就不是符合衛生署 要求隔離令指示 但醫院我們都會特別小心 將這類病人都會盡可能隔離 和安排測試給他們 我想說現在第一 其實我們都未說有很大量的確診者 而我們可以說 在香港的社會 都未有一個很完全的社區爆發 但是已經有大量懷疑的病人 隔離病房使用率都已經不低了 而我們十幾個確診病人裡面 暫時大部份的病情都未去到很嚴重 所以我們說 譬如深切治療部 隔離病房都未說完全飽和 但是在疫情的這麼早期 已經用了六至七成 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還有我想說 每當我們將隔離病房開放 投入使用 亦都代表我們有一些 普通病房的病床就會減少 但是現在正值是流感高峰期 還有冬季長假期 其實入院的長期病人都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普通 內科病房的病床非常之緊絕 因為我們越來越多的普通病床 已經轉了隔離病床 去接收這些 譬如說 有懷疑武漢新型肺炎的病人 或者有一些流感病人 但是他們 流感肺炎病人 但是他們有可能 譬如和家人 各樣的機會 和國內有接觸的 我們都會幫他們盡量進行隔離 但是這種情況之下 你覺得人手夠不夠呢 基本上 其實醫管局這幾年 都是長期在人手不足的情況 同時離職的情況都很普遍 尤其是醫生護士這兩個職系 甚至乎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這些都是有人手缺的 但是呢 今次因為要應付疫情 而也都希望做到 接觸這些病人的醫護人員 不需要接觸其他乾淨的病人 我們會特別把那些醫護人員 劃分來去接觸隔離病人 所以現在醫院 除了一般人手緊絕以外 他還需要將一部份的醫護人員 千里去做特別接觸隔離病人 所以其實我們普通 內科病房的人手是非常緊絕的 而因為我們護士 也都不只是用內科的護士可以 我們甚至乎要抽調其他科的護士 都要做這個工作 所以就算其他科 例如手術科 輔科 骨科 都有一些護士 其實是被調遷到內科 一起去照顧隔離病人 如果病床緊住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據我們以往的經驗 甚至乎我們內科 要借用手術科和骨科的病床 來安撫我們內科的病人 其實基本上我們適合去的同事 都會用抽籤的方法安排一個次序 輪著這個次序交替上病房 每間醫院的要求 譬如同一時間需要的同事的數目也不一樣 而同事在隔離病房工作的期限也不一樣 大部份來說可能是四至六個星期 如果以醫生和護士計算 這樣我們就根據這個抽籤的次序 先後這樣上去 但其實如果疫情都會去到三至四個月 基本上如果以醫生計算 很大部份的內科醫生都需要去病房工作 不過我們就可能以四個星期為一個節數 四個星期之後同事就可以退下來 基本上其實在隔離病房工作是一個很疲累的 因為你要長期穿著一些保護衣物 你那個精神也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據一些比較廉資深的同事再分享 當年他們在SARS的時候 因為SARS的病人去到中後期 他們的病情都變得很差和很反覆 照顧他們的醫護人員也都心理有很大的壓力 再加上其實好像當年SARS 我們見到有不少的同事都是染病 同事一定就會在工作的期間會很擔心 但我想說除了在隔離病房工作 同事的壓力不少之外 現在我們在內科病房 普通病房工作的同事壓力都很大的 原因有幾個 因為現時內科病房的病床都非常緊絕 非常擠迫 第二就是我們都見到有不同的例子 就是有些病人在病情初期 武雄醫護人員好好地說自己的病歷 令到我們沒有將他分流 進去隔離病房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有一個去過國內的病歷 所以就算我們現在在普通內科病房工作 我們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都因為我們要留意 可能內科病房裡面都有隱形病人 甚至乎我們見到疑科和虎科 都出現過一些事例 就是說都可能是隱形病人 令到其實醫院裡面所有病房的同事 工作都人心惶惶 這個他自己抒發自己個人的看法 至於你說究竟局方和政府 有沒有做了一些事 完全去顧及同事的感受 我們的福祉 我想暫時其實同事對局方 對政府的感覺是不滿多於因為的 最大的不滿第一就是說 在十二月的時候 其實這個疫情並未蔓延到香港的 這樣有很多時間給政府 去做一些防疫的工作 可以令到這個病不蔓延到香港 但奈何政府一直都不肯行動 這樣也不肯準備 例如農曆新年前 其實應該要勸喻一些人 盡量避免回去國內旅行 也都開始做過關口控制 這些全部都沒有做到 甚至乎到今時今日 很明顯國內的病疫情已經過萬人了 仍然是不肯 杜絕一些國內的遊客 其他非本港的市民進入香港 其實同事覺得 如果你不在源頭那裡 控制病人的數目 不在源頭那裡 阻止一些患病人來香港 避免了社區爆發 而不去做這些源頭的事情 只是說到病情在香港 一法不可收拾的時候 怎麼幫我們 是沒有意思的 第二件事我們也都看到 雖然醫管局在一月的時候 都講得很有信心 怎樣有足夠的物資 有什麼安排 很肯定 很有信心地對抗疫情 但是我們見到 其實有確診病人到現在 只是一個多星期 有很多醜態白出 例如不同醫院的同事都講 物資並非如他們講到 這麼歡說風雨 我們也都很早跟他提出 這些進入隔離病房的同事 需要一些住宿的安排 但是到現在其實都未能夠 很有效地確實得到 我們也看到 醫管局也類似出現一些漏洞 例如最近 昨天都有說 在大嶼山醫院 有三個衰隔離的病人 也都自行離開了醫院 即是走失了 我們看到 其實政府說 第一政府說的多 行動的少 也都不聽市民的聲音 而醫管局 之前誇誇口說自己一定會做得到 但是現在看來 失誤就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基本上 同事第一 對政府和局方完全失去信心 第二 也都對於政府這個不負責任的表現 同事是不想因為這樣而犧牲 我想這兩個情緒 絕對和某些公會組織 去發起罷工是有關係的 據我看到他們罷工的主要原因 其實最主要最主要就是 政府不肯參考全港市民的意見 超過八成市民的意見 做好這個關口控制 所以倒閉病人入港 其實這個公會去提出這件事 甚至乎除了它以外 我自己的公會 其他不同的醫生 甚至乎近日有一些政黨 政客都一樣提出這件事 但是政府都充以不聞 已經給了一段時間 但是政府仍然沒有去行動 直到期限而一張志 其實很多同事都有很多情緒 而肯參加罷工的同事 也越來越多